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學界花姐頻道 我是Eve 今天我們會講解怎樣跟英國人打開話題 而最常用的就是天氣 究竟怎樣打開話題和天氣有什麼 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英國的資訊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就會即時收到通知 當你遇到任何英國人 就算是好朋友或陌生人 我們第一句都是 How are you? 有些人不太清楚究竟 How are you 之後 究竟怎樣回答 其實很簡單 回問他 How do you do? 這樣就可以了 不需要嘗試去想一個答案 如果他只是基於禮貌去問你的話 通常在這裡就會微笑走了 如果真的有人想跟你聊天 他下一句就會開始帶出一些話題 有時候就算是我去看醫生的話 How are you 之後 大家都可能再會說些話題 可能在等待的旗單 大家不在空間的時候 大家都會聊天 其中一個話題我們可以說的 就是天氣了 天氣是一個很穩陣的話題 尤其是在英國 天氣真的有很多話題 因為英國的天氣變幻旺差 譬如說我現在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是2023月的8月 我們今年的夏天 就有一個6月的熱波 之後如果你看報紙 一路大家都在猜 究竟什麼時候還有一個熱浪 因為英國人很喜歡太陽 他們很喜歡熱的天氣 所以其中一個很熱門的旅遊地點 就是西班牙擁有太陽的地方 我們通常說天氣 都會執著在一些比較特別的天氣來說 譬如說如果我要跟人開一個話題 關於天氣的話 我就會跟大家說回 6月熱浪的時候大家的反應 譬如說6月有一個熱浪 究竟你怎樣 辛苦嗎 舒不舒服嗎 你喜歡不喜歡 這樣就是討論天氣 又或者如果是冬天的時候 可能之前有下雪 大家也可能說 你有沒有見到雪 你覺得下雪怎樣 有沒有阻礙你出車 這些就是我們討論天氣 有一些話題的雷區 當然我們不應該說 最重要一路都有人提醒的 就是宗教和政治 大家都不會說的 英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所以也有很多宗教 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之外 當然還有就是Islam 或者Hinduism 或者也有很多小的教 所以宗教的話題也不是很好說的 另一個就是政治 當然最簡單 政治可能你是右派或者左派 一般如果你只是和一個陌生人聊天 我們也不會說這些話題 希望今次幫到大家 我們繼續說回英國人的生活習慣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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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